在北京有很多不同阶层的人 有富有的、贫穷的和中等阶层的 怎么说呢?北京可能贫穷的 在北京因为是首都比较特殊 它贫富差距非常严重 富有的可以达到年薪几百万 贫穷的一个月生活费只有200多块钱 所以出现了很多乞丐 有些乞丐其实并不是家里没有钱 他就不想工作 觉得可以毫不费力气的得来钱 还有些小孩的乞丐是被一些大人 从外省市拐卖而来让他们要钱 我觉得那些小孩非常可怜 有些乞丐确实不是真的非常贫穷 他们甚至有的时候 如果你很善良 你给了他们20块钱 他们一转眼就能看见他们去打车 所以他们经常拐骂孩子 然后或者是自己亲自把孩子打伤 然后让孩子躺在地上 让人们施舍给他们钱 所以在北京的话 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心地太善良 怎么说呢? 还是不要就是施舍那些乞丐太多 我是这么认为 因为北京是首都 所以来北京的人会比较多 特别是海外的朋友们 所以他们就会选地点 一般都是天安门地下通道 而且一些著名饭店的门口 还有天桥上 那些孩子其实也是很可怜 他们一天没有饭吃 他们要来的钱也都是给他们被拐卖他们的人 所以 唯一的办法就是 给他们买吃的 而不是给他们钱 有的乞丐甚至还会用言语攻击你 就是骂你 他们比如说你给了他们钱 给了一个老奶奶钱吃的 但是老奶奶没有牙 她反而会责备你 觉得不该应该给点实际的东西 不应该给吃的 因为他们咬不动 没有牙 腾经说这个是我们去上海之前 在北京火车站 火车站遇到的 有一个穿的其实很整洁的一个老奶奶 挨个管我们要钱 我们真的没有零钱给她 所以就把刚发给我们的吃的给了她 结果老奶奶看了半天 她发现里面有瓜子 她说她的牙已经咬不动瓜子 能不能给她些别的东西 所以北京的人就是富有的很富有 贫穷的很贫穷 中间阶层的人也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活着 是一场小的 市场里面有比较 参加 科高 主持人 就有钱 我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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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了我钱 我给你钱 我给了你钱 我沒有錢 他有錢 他有錢 哈哈哈哈 幾個字 嗯? 啊, behind?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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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你好 Sounds like a plan OK OK 好 好 OK OK 謝謝你 好 OK 大家都喜歡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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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抱 我就是待著,待著 見點兒,待著 他現在他媽抱不動他 現在太貧了這些人 他見垃圾,見點兒事情 太臭了 臭過生活吧